回想学生时代,你的父母是否对你说过这样一句话呢? 老师的课听不懂没关系,那就听上十遍,直到听懂为止。 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呢? 不能说口头禅吧,但至少上学时,一个月总能听到一次吧。 不过现实中,大部分家长说这话,也只是给你讲讲道理而已, 但如果真的为此付出行动的话,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还能接受呢? 好了,今天我们来看台湾科幻剧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, 直妈妈的遥控器,男主小伟是一个普通的初中男孩,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,原因是爸爸出轨了, 而小伟也理所应当地判给了妈妈,妈妈的洁癖症很严重, 他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,并对身边的一切容不得半点沉污, 包括家人。打扫时,他无意间在小伟的床下发现了一个盒子, 里面全是学校的假印章。 这天是周三,小伟正在和同学讨论毕业旅行的事, 几人为了顺利说服家长,同意他们出去旅行, 便忍受一份伪造了成绩单,可小伟到家后却并没有找到印章, 还被妈妈以伪造文书罪同骂了一顿, 原本来自妈妈的关心,全都变成了没完没了的唠叨。 小伟眉头紧皱,他觉得如果在爸爸身边,一定又是另一番景象, 而妈妈也为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头疼不已, 他在路边点燃了一支香烟,意外看到了一则广告, 妈妈正看得入神,广告里的演员不知何时就出现在了妈妈身边,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小孩子听话, 妈妈听闻像是抓到了曙光,次日一早,小伟齐晚了, 他连忙出门向学校奔去,路上撞到了一个男人, 他并没有在意,坐上出租车准备去学校, 可这位司机大叔与前一天的司机竟是同一人, 这也太巧了吧,到了学校,他以为是周四, 同学却告诉他今天是周三, 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昨天一模一样, 回到家后小伟找到假账, 在伪造的成绩单上盖章后交给妈妈, 妈妈心情凝重什么也没说, 瞻眼又到了第二天, 小伟依旧睡过了头,依旧在路上撞到同一个人, 依旧遇到同一个司机,依旧过着周三, 到家后他再次交出了伪造的成绩单, 妈妈失望极了, 儿子,我都给你三次机会了, 你怎么还得不到教训啊, 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, 就会一直卡在同一天, 说完便拿出遥控器朝小伟一摁, 小伟也再次被打回了周三, 她也就每天把伪造的成绩单递给妈妈, 也就每天卡在周三这一天无法前进, 直到她修正错误交出原本的成绩单, 妈妈这才停止了使用遥控器, 她平静地对小伟说,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去学校了, 我帮你报了补习班, 一次听不懂没关系, 十次总能听懂了吧, 可是十次也太多了吧, 十五次, 再敢说一句就变成二十次, 小伟不敢再说什么, 只好妥协, 就这样老师对她重复着同样的话, 一次又一次将同样的试卷发给她, 她就像掉进了无尽的深渊, 吞噬了她的希望与呼吸, 而小伟也因为上补习班的缘故, 没有办法和同学一起去毕业旅行, 朋友因此和她断绝的联系, 这样的生活让她觉得无聊透了, 于是她翘课去了图书馆, 遇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孩小兰, 两人都非常喜欢画画, 之后她们就经常以画为友, 用画来交流沟通, 小兰还邀请小伟来家中玩, 两人在阳台上嬉戏打闹, 躺在画布上畅想未来, 几次约会下来, 情斗初开的两人也正式确认了恋爱关系, 两人大手拉小手的准备去共进晚餐, 却被妈妈用手机定位追踪抓了个正着, 她命令小伟不准再和小兰见面, 多次的隐人累积下来, 小伟彻底爆发了, 她说你要是按下遥控器的话, 我就会恨你一辈子, 但妈妈还是狠心按下了遥控器, 让小伟回到了与小兰认识之前, 两人以往的快乐时光, 全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, 友情爱情全都被冷漠的剥夺, 小伟无法接受残酷的事实, 精神几经崩溃, 鸽蜂、触电、跳龙无数次的自杀, 却又无数次的被遥控器救了回来, 真正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, 既然死不成, 小伟只好按照妈妈所设计的路线, 继续生活下去, 一转眼数年过去了, 小伟已经长大成人, 她事业有成, 活成了妈妈想要的模样, 但妈妈对她的控制依旧没有停止, 明明知道她有女朋友, 却又安排相亲, 而实际上, 相亲对象并不喜欢男孩, 她有未婚妻, 家人反对, 她就毅然踏上了美国的求婚之旅, 生命是我们自己的, 不管活成什么样子, 都应该是我们自己负责才对, 怪罪给他人, 是为自己的不勇敢找借口, 小伟被这番话深深触动, 她再次想起了小兰, 小兰曾对她说要去纽约学画画, 这么多年过去了, 她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吗? 回到家, 她在网上搜索着小兰的信息, 屏幕中出现了一张张小兰在纽约拍摄的照片, 她落泪了, 自己终究还是错过了小兰, 这一次, 小伟下定决心给妈妈抱了欧洲旅行团, 将她支走后, 趁机拿走了操控自己人生的遥控器, 她终于自由了, 但没想到妈妈因望带护照又折返回家, 两人四目相对, 小伟绝望极了, 她大步向妈妈走去, 在车祸的前一刻摁下了遥控器, 画面一转, 小伟回到了和小兰相遇的那天, 阳光下泪水尽湿了眼眶, 此刻她要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, 影片中的妈妈其实是无数中国妈妈的缩影, 他们期待孩子能够成为自己想要的模样, 但他们并不会意识到, 你的孩子其实并不是你的孩子,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, 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, 却并非因你而来, 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,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, 却不是你的想法, 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,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, 却不是他们的灵魂,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, 别忘了点赞留言, 我是小果汁, 我们下期见。